人生,就是一场修行,为人善良,修来善果,做人知足,修来幸福,不管是谁,背后都会被议论,无论你做得多好,都有人指手话讲,你做对的时候,没人称赞,你做错的时候,越来越严,人和人不同,有好有坏,有恶有善,我们没办法左右别人, 却可以掌控自己,一辈子做个善良的好人,也许善良会被人骗,也许老实会受人欺,但是上天看得见,迟早有一天,会把欺骗你的人收拾,会把欺负你的人讲述,做一个善良的人,有一颗干净的心,不为钱财利益出卖朋友,不因盈利权势伤害他人,始终把善心留存,哪怕日子再穷, 生活在苦,都不忘出心,本分做人,人,相貌只是疲劳,只有善良的心最贵,人,只有怀善善良,不不会被世俗污染,才不会被钱财诱惑,活得他是安心,过得轻松惬意,人这一辈子,善良为本,善良才是最不甘丢弃的美德,心善之人,人品不会差,善良的人,人缘肯定好, 善良,就是给自己记载福气,将自己以后的路越走越宽,越来越损,做人,宁可做一个善良的人,被人亏欠,也不要做一个恶毒的人,伤害别人,因为善良的人,能心安一辈子,而在你的人,只会忐忑过日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